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居然可以看见那个窗户 所以后来认为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破案 你最后看见谁 你死以前看见谁就是谁杀了你 但是一般来说没有这么 这个视网膜上看不见这么清晰的图像 就是说感光可以把视网膜给漂白出来一个图像 感光我们今天知道是由丝干细胞 丝追细胞上面一个蛋白质 丝干细胞上面这个蛋白质叫rhodopsin 中文叫四子红质 rhodopsin它供价件结合了一个小分子 这个小分子是一个子子分子 是黄泉 供价件结合的是黄泉 在有光来的时候光化学分解 供价件断裂 供价件断裂以后四黄泉就掉掉了 以后觉得它就不干什么事情 而四子红质蛋白质 它本身结构变化以后 构像变化以后会传下信号去 把光作用于它 它知道来了光 它就传一个信号下去 这是大概的感光过程 然后四子红质的发现是很有趣的 是一个还原的过程 这个还原的过程 最早是在德国 德国的科学以前是做得很好 生物学里面有很多重要的 我们遗传好些工作是德国人做的 神经生物学很多重要工作也是德国人做的 所以Heinrich Muller 他当时认为 之所以磁网膜剥下来 是带点红红的 他认为这是因为 同时有血管在后面 所以红细胞造成的颜色 这是他的文章 但是France Ball 对这个说法 进行了实验的检测 他把暗中分离下来的 磁网膜 他也看见跟Maless一样 是带点红红的 但是他做个实验 他我们给它给光上去 光上去以后就发现 这磁网膜变得浅黄色 最后变得相当白 所以他把这个叫Visual Purple 这个叫Yellowish 这个叫Visual White 他说这个不应该是红细胞 因为红细胞你拿血来看看 你可以抽点血 血打了光上去 可不会变成黄的 再变成白的 不仅这样 如果放在暗处 后来威力控做实验 在暗处的情况下 已经被漂白了的磁网膜 又会恢复原来的 Purple或者偏红偏纸的颜色 所以France Paul提出来 这是有光学化学反应 不光提出来有光学化学反应 这种光化学反应的产物或者信号 可能就能刺激四神经 产生光感 所以这是首先提出来 光化学对于神经信号 视觉信号的重要性 很可惜 他是因为肺结核 在30岁就去世了 他去世以后 威力控进行了好几年的实验 发了22篇的论文 威力控 他继续 Ball的实验 一部分是证明 漂白了的视网膜可以还原 同时这个还原 他知道神经视网膜是不足够的 需要下面的一层 叫retinal pigment epithelium 叫视网膜的色素上皮层 色素上皮层对于漂白恢复 是需要的 另外他就试图分离 纯化 在视网膜上 分子会被光所漂白 所以他就换不同的深化世纪 然后发现 首先怎么样把神经视网膜和上皮层分开 然后用明凡就可以了 另外他还要看怎么样 能够拿到上面的感光分子 然后他最后是用胆盐 提取出来的感光分子 因为这个会被漂白的感光分子 是加了在76度 就会没有 那么他推测可能是一个蛋白质 他说在光化学的作用下 光可以分解四子红质 而这一光化学反应 刺激神经冲动传到大脑 所以是他最早分离 存化到大量的四子红质蛋白质 四子红质蛋白质的 蛋白质序列的分析 做了很长时间 在1983年的时候 俄国的科学家团队 是把四子红质 这么长的一个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 完全通过蛋白质化学的方法 分析了他的序列 俄国的生物学本身相当弱 他神经生物学有巴普洛夫 所以曾经相当做得好 以后也有困难 然后他生物学相当弱的原因 是他反对 反对孟德尔摩尔根 维新主义遗传学 提倡米丘里申科主义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物学 然后用政治的方法压制科学 这个压制的结果 最后是苏联的生物学相当弱 但是在相当弱的背景下 在视觉系统里面 他们有两个挺重要的工作 一个是1983年的 四子红质蛋白质的全系列测序 而美国 Hagreb 1983年的这个测序 它是推出来的 因为这个时候 1983年 已经有分子生物学 1953年蛋白质生分子生物学 1970年代 可以做重组DNA 1970年代末期 1980年代初期 就可以clone基因 clone基因 在当时可以 你只要知道一段 一个蛋白质的部分序列 然后有十几个 二十几个 氨基酸 那么有二三十个 碱基队 用碱基队 就可以去筛选 编码蛋白质的基因 把编码蛋白质 基因拿到了以后 你通过基因 可以推出蛋白质的 全场序列 所以Hagreb 这篇文章 它不是所有蛋白质 的序列的 而是部分蛋白质序列 然后推出它的 基因的部分序列 用这个序列 做成碳针 去找更长的 基因的DNA 通过DNA 推出的蛋白质序列 所以这是1983年的 两个工作 然后就知道 从蛋白质的N端 到蛋白质的C端 有多长 有什么氨基酸 氨基酸 如果有19个左右的氨基酸 大部分都是输水的话 它就会形成一个 阿发螺旋 1920个氨基酸 形成了阿发螺旋 就正好是 细胞膜的厚度 所以当你看到 有1920个左右 主要是输水氨基酸 组成的序列 就可以预计 这是一个跨膜区 然后根据以前的实验 和预计 那么一个氏子红质蛋白质 它有七个跨膜区 可以知道 哪些氨基酸序列 是组成跨膜区的 它有七个跨膜区 七个跨膜区的 这一类蛋白质 叫七重跨膜蛋白 七重跨膜蛋白 研究的最好的最早的 就是氏子红质 但是另外还有一些 七重跨膜蛋白 它在细胞膜上 形成受体 它是感受化学分子 化学分子 作用一些七重跨膜蛋白 受体 然后也可以传入信号 这些七重跨膜蛋白 都叫GPCR 它除了是七重跨膜以外 它的第三个胞内段 可以结合细胞内的 所谓小基蛋白 通过小基蛋白 把信号传下去 所以GPCR是 G protein couple receptor 基蛋白偶连受体 所以大量的早期工作 是用氏子红质做的 后来对于一些 神经地质的受体的GPCR 也做得很漂亮 做蛋白质高级结构 前面是从一级结构推出来 它大概是应该怎么跨膜 真正的高级结构 是在三维做 是1997年 日本科学家在Nature上 发了一个冷冻电竞的结构 1999年和2000年 用X线颜色来做的 而且做到1.9和更高的 这个分辨率 这样就知道 这个蛋白质 三维的结构是什么 原子排列是什么 这里插入这个 是因为我有另外一篇文章 专门笑话诺贝奖金委员会 化学地质作用的GPCR 在2000年代 Stanford大学 Brain-Kobjaka做了 是做得很漂亮 所以对于做化学分子作用的GPCR Kobjaka毫无疑问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格诺贝奖金的时候 居然四子红值的工作 完全没有得奖 四子红值的结构 比是第一类GPCR 比化学的做得早 得奖的时候没有他 四子红值 作为一级结构 拿到基因 拿到蛋白质 是早于嗅觉 四子红值我们知道 1983年知道它全部是序列 嗅觉是1991年 模仿视觉 假设嗅觉系统 感受嗅的分子 可能跟视觉系统 感受光的分子 是一大类的结构 那么照着眼睛来找鼻子的基因 找到了 结果这个工作也得了奖 所以视觉有两次比别人早 但是诺贝奖委员会 蠢到那种程度 只能乱发奖 所以你们以后一定要知道 为什么说我比诺贝奖金委员会 不是我预计它 是它蠢 光作用的不是蛋白质本身 光作用的是视黄犬 这个发现是美国的George Ward George Ward在他当年 二三十年代的时候 留学欧洲 留学过三个实验室 这三个实验室 对于他以后自己独立做研究很重要 然后他的研究 在1933年的Nature 1935年的 普通物理生物生理学杂志等 发表了一系列文章 他是看维生素A的作用 维生素A是别人发现的 叶芒症就是因为没有维生素A 晚上看不见 然后维生素A之所以跟叶芒症有关系 因为维生素A体力不能合成 是要吃进去的 所以食物里面如果缺乏维生素A 那么我们就会得叶芒症 维生素A就是 食黄泉这一套东西 然后George Ward首先看到维生素A 在眼睛在食网膜什么地方 然后再看它是什么作用 然后分析它的化学 他发现其实维生素A至少有 食黄泉我们应该说 有两个构像 一个是所有这些位都是trans 一个是在11位上面 它是sys 顺反一构 全反型或者11顺型 然后在光作用的情况下 发生顺反一构 从11顺变成全反 然后这样一变以后 它跟食指红植的共架件就掉掉了 本身这个反应应该是短于10的13秒 是一个很快的反应 这个反应要发生多少步 实际上现在没做完 因为既然发生的这么快 在以前的时候 只知道这样一个简单的变化 11顺变成全反 但是既然它发生那么快 其中更快的话 还有更多的步骤 所以这一部分物理学是没做完的 或者物理化学 实际上是有不同的态 在多少非秒之内 多少皮秒之内 是进行了什么变化 所以作为物理化学 其实还有人在研究 然后 行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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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